这样做的茶海蛋比外面还好吃 想吃的时候卤这么一锅 又简单又方便 先把清洗干净的鸡蛋 凉水放入锅里煮8分钟 这是所用的调料 有葱姜 花椒 八角 味皮 香叶 还有两勺小葵香 一块老冰糖 茶叶有10克左右 现在鸡蛋做好了 把它捞出来挂一下冷水 然后一勺子的臂部 把鸡蛋壳全部敲一下 鸡蛋全部敲好后放到锅里 把刚才准备好的调料也倒进来 冰糖和茶叶也一块倒进锅里 再加入一勺半的食盐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加入没过鸡蛋的清水 盖上锅盖炉10分钟 再冰煮2分钟 卤凹的茶叶蛋香味浓郁 放凉子后到大碗里 汤汁和调料一块倒到大碗里 金泡一个晚上更入味好吃 喜欢吃茶叶蛋的朋友不用出去买了 直接在家做干净卫生 做法也超简单 感谢支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